各位,上次那位蕭峰幫助遼國皇帝耶律鴻基平定了內亂 在京城道慶功,虛陷了一個月之後 耶律鴻基就在皇宮召見他,對他說 兄弟,你的職務是南縣大王 就要坐鎮南京,你後機會進土中原 做大哥雖然不想跟你分離 不過為了建立千秋萬世的奇功 你還是早日領兵南下 蕭峰聽皇帝命令他帶兵南京,心中一驚 陛下,南京乃是大士,非同小可 我蕭峰一勇之夫,軍略兵法,並非所長 兄弟,我覺剛剛經過一場變亂,要休養時卒 大宋現在是太后當朝,還用司馬剛朝政修明,無極可成 我們不是在這個時候藍政 兄弟,你到了南京了,就要時時刻刻把吞併南朝這件事放在心上 看到南朝有什麼內變,就馬上大兵南下 如果他們內部很好,遼國派兵攻打,就用力大而收效少 原來是這樣,大哥 那麼我們又怎知道南朝是不是內政修明 百姓是不是人心歸父呢 耶律鴻經見蕭峰這樣,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自古以來,都是一樣的 用多些金銀財白去收買奸細間諜就可以了 男人貪財,卑鄙無恥之徒甚多 你到時,命令南部書密士,不惜財保 多多收買就可以了 蕭峰答應了,辭別出皇宮 越想就越深奧 他從來所結交的都是英雄豪傑 雖然江湖上暗中陷害 迷伏下毒等等詭計也見過很多 只都是爽爽快快殺人放火的勾當 就從未用過金銀去收買人家 何況他雖然是療人,自小就在南朝長大 但是,現在皇帝要他以吞併宋朝為己任 他心當然很不願意 他想,大哥封我做南院大王 怎麼說都是一片好意 我如果這時候不做 就未免辜負他一番盛情 有傷兄弟義氣 不如這樣吧 等我到了南京,做過一年半載 那就慈觀走人蟹 對了,到時他如果不准 我掛官封印靜靜走 量他逆來我不何 想到這樣 邵風就率領報索 帶阿子去南京 那時候的南京 就是今天的北京 當時稱為燕京 邵風入到城 見南京城的街道寬闊 市面繁華 好過京都都不知多少倍 來來往往都是南朝百姓 聽到的都是中原的言語 好像回到中原一樣 邵風和阿子都很歡喜 將來輕車簡蟲出街道護道看看 燕京城是方圓三十六里 一共有八個門 東是安東門、迎春門 南邊是開陽門、丹鳳門 西邊是顯西門、清津門 北就是通天門、拱臣門 兩道北門之所以稱為通天拱臣 意思是神復於此 聽從來自北面的皇帝聖子 南遠大王的皇府就在城的西南邊 邵風和阿子遊玩了半天 這麼多地方又何時都玩得完 幸好來日方長 留下每晚都可以 那麼邵風就官居南遠大王 燕雲十六州固然是屬於管轄 他管了幾日事 他覺得頭暈老丈 很辛苦 看到南遠舒密斯 耶律莫哥精明強幹 熟習政務 就把一應事務交給他打理 不過做大官還是好處多 皇府裡貴重的寶品藥物 不計其數 甚至可以拿來當飯吃 這樣調補法 他的內傷終於一日比一日好 到了初冬自己可以行走 城裡城外都被他玩亂了 這日大雪初情 阿子穿著一身雕球 來到蕭峰住的宣教殿 姐夫 我在城裡悶死了 你陪我去打獵好不好 蕭峰住了這麼久 宮殿也很煩悶 聽他這麼說 是對的 立即命令部屬被馬出獵 只是帶了幾名隨從服侍阿子 又怕百姓大驚小怪 當時換了一件一般軍事穿的羊皮衣 帶著一張弓一袋箭 騎匹進馬 就和阿子出青進門向西跑去 一行人離成十多里 只是打到幾隻兔子 蕭峰就說 我們去南邊試試 勒轉馬頭 逗返向南邊邊 又走了二十里路 只見有一隻小鹿跑了過來 阿子搬弓搭戰 誰知一拉公然 手沒力的 拉不開 蕭峰左手從他身後邊逗過去 握著公身 右手握著他的手 拉開公然 一放手 好 乳箭射出 那隻小鹿就應聲而倒 隨從歡呼大叫 蕭峰放開手 看到阿子眼中淚水盈盈 怎麼了 不喜歡我幫你射野獸 我…我都成了個廢人 連這一張輕功都…都拉不開 霞子 你…不要急 慢慢就會回復力氣 如果將來真的不行 我就教你收集內功 到時一定會增加力氣 阿子就馬上破體遺笑 姐夫 你說過的話 不准不算數 一定要教我內功 好…一定的… 說一說 忽然聽見南邊馬提聲響 一大隊人馬在雪地跑來 這隊人都是遼國官兵來 勸巴吵斃 在馬後綁著很多俘虜 好像打了聖仗回來 我們還沒跟別人開仗 這人在哪裡跟別人交鋒呢 他就吩咐隨從過去問一下 是哪一隊人馬做什麼的 那個隨從就說 可能是我們的兄弟打草谷回來 然後就趕馬過去那隊人 賣到去 跟那隊人說了幾句話 那邊的官兵聽說是南縣大王在打獵 大聲歡呼一起跳過落馬 急急走向蕭峰前面 攻身行禮 大王千歲 蕭峰舉手還回禮 見這隊官兵約會有百百多人 馬背上高 放滿了納納納納納的物件 馬後邊牽著了俘虜 也有七八百人 多數都是年輕女子 也有年輕人 穿的都是送人裝束 個個哭哭啼啼 那個隊長就說 大王啊 今天輪到我們那哈那都隊出來打草谷 托大王的福 收成好好啊 說到這事 他是叫手下的人 將最美的姑娘 最好的金銀財寶 通通獻出來 請大王千歲簡用 那些官兵齊聲答應 將二十幾個少女 推向蕭峰前面 又攤了很多金銀珠寶之類的東西 在一張無尖上 眾官兵看著蕭峰 眼光中流露出崇敬期盼的神色 覺得南院大王如果肯收容他們搶來的女人 或者珠寶實在是莫大的榮耀 當日蕭峰在雁門關外 曾經看到大宋官兵俘虜蝦丹子民 這次又見到蕭丹官兵俘虜大宋的子民 被複者淒慘的神情大家都一樣 他在遼國這麼久 已經略略知道遼國的軍情 遼國朝廷對軍隊不供應糧食 也沒有軍響 官兵所需要的東西都是向敵人搶回來 所以每天就派出部隊 向大宋、西夏、呂真、高麗等鄰國百姓搶劫 明知為打草菊 其實跟強盜一樣 這樣你做得初一 我就做得十五 宋朝的官兵 也向遼人打草菊 以之報復 故此邊界的百姓困苦非常 天天提心吊膽 招不保席 蕭峰一直覺得這種法子殘忍無盜 只不過自己也不打算長久做官 向耶律洪基呼險一排 就要持官隱居 故此對任何軍國大事都沒有提出什麼主張 那時候親眼見到眾俘虜的淒慘情形 就即時起了憐憫之心 向馬前邊一個少女用漢語問她 你是哪兒人 那個少女就立即跪下 哭著說 少女子是張家村人士 求大王開恩放少女子回去和父母團聚 小鳳擔高頭看看其他人 幾百個俘虜趕快跪下 就只有一個年輕人不肯跪 只見這個年輕人 17歲 面長長 下巴尖尖 神色閃爍不定 小鳳就問 小鳳 年輕人 你家在哪裡 小鳳就說 我有一件秘密大事 要親自告訴你 小鳳好奇心起 這樣一個年輕人知道什麼機密大事 當然是從南邊來 或者有什麼大宋的軍情說都不定 他是宋朝人 向涉丹稟告機密 就是無恥漢奸 不過他既然說得有重大機密 聽聽聽也無妨 於是小鳳就趕馬走開十多帳 向那個年輕人握手 叫他過來 那個年輕人跟著過來 舉起雙手說 你割斷我手上的繩索 我要掏一件機密的東西給你看 小鳳拔出腰刀 噴聲撈下去 這個刀撈下去的力度 直接把年輕人撈開兩邊也可以 但是落刀的部位很準 就是撈斷了綁著年輕人手上的繩索 那個年輕人嚇了驚 噴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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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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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光看著小鳳 小鳳微微笑笑 橫刀入肖 年輕人 有什麼要給我看 年輕人在袋裡掏了一件東西拿著 大王 你一看就知道 一路說一路走向蕭峰馬前 蕭峰伸手去接 突然間 那個年輕人把手上的東西 出力扔上蕭峰的面上 蕭峰是什麼人馬 馬邊一揮 就打掉了那個東西 只見白粉飛展 有個袋子掉落地 原來是個生石灰包 如果被他扔正上面 石灰沈入眼 雙眼就會扔盲 蕭峰心想 這個年輕人多大膽 原來不是漢奸 年輕人 你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要害我 不過那個年輕人摸著嘴 不回答了 蕭峰好好相遇地說 你說了 你說了 我不會殺你的 我 我幫父母報不到仇 沒話好說 你父母是誰 難道是我害死的嗎 年輕行前兩步 整面悲憤的神識 主著蕭峰大大聲聲說 蕭峰 你害死了我爹娘 害死了我伯父 我 我以得吃你的肉 剝你的皮 抽你跟張的瑞絲萬段 蕭峰聽過叫出自己 舊時候的舊名 蕭峰 又說害死了父母和伯父 那實在是以前 在中原所結的仇家 你伯父是誰 父親是誰 反正我都死定了 讓你知道一下 我 我是罪賢莊尤家的男人 不是貪心怕死的 哦 原來你是尤氏雙雄的子侄 寧尊是尤氏尤義爺 唉 當日我在貴壯受中原群雄圍攻 被迫應賤 事出無奈 寧尊和寧伯父都是自敏而死 唉 自敏還是被殺 也沒有什麼分別 當日我搶了你伯父和爹的兵器 以致逼到他自敏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尤坦芝 我不用你來殺我 我會像伯父和爹這樣的樣子 年輕人講完 右手伸入腹筒 摸出一把短刀 一下子就拆了自己的胸口 尤氏封馬邊揮出 捲著短刀搶了過來 油坦芝就很生氣地罵 我要自問你也不給吧 你這個該死的療狗 這時候阿子已經趕馬來到尤氏身邊 喂 爽點啊 你這個小子 膽敢出口傷忍 爽死是不是 哦 爽死啊 沒那麼容易 油坦芝突然見到 這麼一個清瘦美麗的姑娘 整個呆了 一時說不出話 阿子又說了 小子 咦 做盲佬很好玩的 哼 等著你便知事 接著 另轉頭對蕭峰說 姐夫啊 這個小子好陰毒啊 爽用石灰包來害你 我們用石灰包來整盲雙眼了 小鳳就立刻轉頭 向大兵的隊長說 今天打草谷得來的宋人 給我全部都行不行 那個隊長看都這樣看 懶兜工這樣說 大王你賞臉 多謝大王恩典 嗯 凡是獻了俘虜給我的官兵 等著都去王府令上 眾官兵的功身多謝 隊長說 這裡沒什麼野獸啊 大王 不如拿這些宋豬做活靶吧 以前楚王好喜歡這樣玩的 可惜我們今天抓來的 多數都是女人 他們扔不快 下次幫大王抓到精壯的宋豬回來 說完行禮 大兵走了 不如拿這些宋豬做活靶吧 蕭峰聽聞不敢心頭一震 眼前似乎看到幾百個宋人 好像野獸一樣在樹地號叫奔走 那些涉丹王公貴人 哈哈大笑彎弓搭戰 一個一個把他們射死 有些宋人扔得遠了 那些涉丹人騎馬追過去 好像射陸射兔一樣 最後還一一射死 這種慘事 涉丹人隨口說出來 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以前當然是習以為常 蕭峰不由得放眼 向那群俘虜望去 只見個個臉如土色 在寒風中不住撐斗 這些邊民 有些是會聽涉丹話 早就聽過射活靶的事 這時候更嚇到雲飛拍散 唉 蕭峰一聲長嘆 望向南邊 重重疊疊的雲山 心想 如果不是有人揭露了我的身世之迷 直至今天 我還以為自己是大宋百姓 我和這些人說的是一樣話 吃的是一樣飯 有甚麼分別呢 為甚麼大家好好的都是人 為甚麼硬要強分為涉丹大宋 女真高麗 你來我境內打草谷 我去你境內殺人放火 你罵我療狗 我罵你宋朱 唉 想到這些一時之間蕭峰真是屍湧如潮 眼見出來打草谷的官兵走到不見影了 他就向那幫難民說 今天放你們回去 大家快點走 那幫俘虜還以為蕭峰叫他們逃走 然後在後面發箭射殺 個個都不敢動 蕭峰又說 你們回去之後 最好遠離邊界 免得又被人打草谷抓回來 我救得你們一次救不到第二次 那幫難民趕先信為真 歡聲雷動就一起跪低叩頭 大王恩德如山 少民回去會供奉你的長生六位 他們早就知道宋民被遼兵打出谷抓去之後 除非是有錢人家才可以拿財物贖回去 不是人人要死在遼國 宋遼兩國連連交戰 有錢的人家早就逃去內地 不是吧 這些避孤的邊民全都是窮人 有什麼財物很熟 早就知道自己命運已經牛馬不遠 這位遼國大王居然肯放他們回家 真是喜出望外就望外喜出 小風看著那幫難民滿面起色 互相扶持著一路走遠 咦 但那個年輕人猶坦之 還照顧棟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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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